知安汇报要求权力打击黑帮 新北市长侯友宜市政优先 但眼看副总统赖庆德15号 就要登记参战 蓝鸡层火烧眉毛 加上党主席朱立伦说了 做球给主要候选人 征召侯友宜声浪在起 朱主席这段时间真的非常的辛苦 让大家团结一起为国为民 来好好做事 强调新北市长角色 又是一句吼吼做事 连资深媒体人黄光琴 都忍不住在脸书发文 台词千篇一律 面对两岸外交论述 空洞质疑 却是避重就轻 如果真的不会论述 却继续让缺陷外险 不懂得藏着 别说离总统大卫越来越远 新北市民也会怀疑 这个市长到底在干什么 最大事也会做大事 城市一定有城市的外交 城市也有两岸的交流 城市也有不一样的层面 跟台湾缩影一样 跟国际都是百分之百的结果 反驳论述难不倒自己 但被动不愿松口 也让党内其他人选 再浮上台面 传出立委复昆旗 有意促成国主配 也有YouTuber发起活动 问如果国民党初选 只有侯友遗憾 卢秀燕会支持谁 力挺卢秀燕的民众 高达百分之六十四 卢秀燕有一点无懈可击 没有规划就是说 我没有主动我要规划 有人找他 他可以点头的 蓝定调2024不重道 内战制败复彻 只是主席话都说这么白了 侯市长一样老话一句 强棒该如何出现 虽不能造劲 却也伤透脑筋 三连新闻林凯军跟我们宣 新北报